音乐 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 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 时常向往专养他的词言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得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昨天我们听了保禄 他向阿夫所团体要求 他们要以仁慈和良善 彼此相待 这个团体最小的当然是家庭 今天我们听保禄他向阿夫所团体的最小的 那个教会里面的最小的就是一个家庭 丈夫跟妻子 他们要彼此相待 他们要彼此服从 妻子要服从丈夫 丈夫要爱护其子 标准是耶稣基督 他是怎样的 爱了这个教会 为这个教会牺牲他自己 就是这个当作我们的标准 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时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减定我们的信德 加强我们的妄德 激发我们的爱德 使我们爱慕均守你的诫命 以获得你的恩许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二福所人书 弟兄们 你们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服从 你们做妻子的 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服从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 妻子也要同样 适事服从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该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了教会 并为他舍弃了自己 用水 借着言语洗净他 圣化他 使他在自己面前 呈现出是一个光耀的教会 没有瑕疵 没有皱纹 或类似的缺陷 而是圣洁和没有污点的 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妻子的 就是爱自己 因为从来没有人 恨自己的身体 总是培养抚育他 如同基督对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此人应该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奥秘是伟大的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总之 你们每人应当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应该敬重丈夫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敬畏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敬畏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凡诚心诚意 敬畏上主 遵行他道路的人 真是有福 你吃双手勤劳的果实 你必有福 万事亨通 敬畏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你的妻子 在你的内室 像结石累累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围绕着餐桌 好像橄榄树的嫩枝 敬畏上主的人 敬畏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敬畏上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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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 天主的国好像什么呢 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 它好像一粒芥菜籽 有人拿来种在自己的园子里 它生长起来成了一棵树 天上的飞鸟在它的枝头打窝 它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 它好像孝母 女人拿来放在上的面粉里 直到全部发酵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最近我疯狂的做一件事 因为在印尼 每天每天三餐都是吃白饭 还没起床 我就想 今天我要吃的第一餐是什么 白白的饭 中午我要吃的什么 也是一样白白的饭 晚上也是一样 三个月 所以我就开始想 如果我会做面包 我每天的早上我就不要吃白饭 我自己吃面包 我们家是在乡下 很乡下 所以很难要去找面包买下来 因为是这样的 我给我自己说 我回台湾 我一定要好好地学做面包 所以我就回来这里 就开始每天 几乎每天就在那边做面包 然后去做了 做了以后呢 我说这个我不是很喜欢 应该是这样做 以后呢在研究 网络上有很多 做了一些的面包 都是硬硬的皮 其实也蛮好吃的 但是我说 那为什么我不能做 比较软 松软的皮呢 还在研究当中 希望有一天 我有我喜欢的面包 那做面包 我们就用酵母 那这个酵母 我们就知道 为了这个面团 它可以发酵 我们就放一些的酵母 所以当耶稣 祂讲了今天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会做面包 或是做蛋糕的 就会觉得 耶稣好像是 也在厨房 帮助妈妈 帮助玛利亚 做这些的 或许祂小的时候 可能也在厨房 在那边碗 看到妈妈 在那边这么做 祂就对这个 有一些的概念 那祂也是在 祂的故乡 也看到了很多 很多的芥菜籽 那看到了芥菜籽 是怎样的长大 我们应该很清楚 耶稣祂所说的 是因为祂看见 祂看到 从祂的经验 生活的经验 看到的祂就拿来 那这个也是别人所熟悉的 祂应该看到了芥菜籽 小小的那个种子 长大了以后 也没有说变成一个大树 但是虽然是小小的一棵树 有很多的小鸟 飞来就是在祂的 那个芥头上面打窝 那这个祂应该看到 我在看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又有一个问号 为什么这些小鸟 来到这个芥菜 虽然长得没有这么高 在那里要打祂的那个窝 在以色列有很多很多高大的树 我们说有五花锅树 这个也不小 我们说有橄榄树 这个也是一样的不小 还有其他的树 也是蛮高大的 也蛮更强的 他们可以在那里 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选择 就是芥菜籽 这么软弱的芥菜籽 应该有什么东西 很吸引这些的鸟 那这个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芥菜籽的籽 所以我们说这个籽 它一个奇迹 它会长 变成一棵树 那这个芥菜 这个籽也是另外一个奇迹 它有吸引力 能够吸引这些鸟过来 以后呢 就在它的枝头上面打我 这个的吸引力 橄榄树 有什么为这个小鸟的 有什么吸引力吗 有橄榄 但是橄榄是有一点酸 为这些鸟 这个可能他们也不是很 不是很被这个橄榄 这个果子被吸引的 所以有什么东西 就是吸引了它 就是芥菜籽 那从这里我就看了 我们如果我们的现在 我们以芥菜籽 来做我们的现在的教会 不是说那个教会 我们会长大 成为下一棵树 来照顾这些小鸟 但是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能够提供什么 来吸引人 来到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能够吸引什么 或许我们就等着 别人就在那边 因为外面生活太繁杂了 太痛苦了 就想到教会 他们也不知道 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他们的 他们就进来了 因为在里面有人 那这些人能够留在里面 应该有什么东西的 他们来寻找 我们是否让我们里面的 这个吸引别人的 让他们 别人看得更清楚呢 那我们自己清楚吗 在我们教会里面 吸引我们的是什么东西 也能够吸引别人呢 我们说我们的教会 是人组成的 但是除了人以外 有天主在 这个天主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子 能够吸引别人的 因为有天主在 我们得到爱 是永恒的爱 不是短暂的人 能够提供的爱 我们因为有天主在 我们得到了宽恕 每一个人有犯错 但是我们的错误 被天主所查得干净 这个就是吸引我们的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 吸引我们的这个种子 让别人可以看到 可以也是同样的 吸引别人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加努力的 让别人能够看见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提到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把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神区 新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其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 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 上至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部分 并认识 并许向未蒙受福音和广大和平 获得你的天灵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在基督内喜乐 我常常说喜乐 在基督内喜乐 我常常说喜乐 喜乐 喜乐 我在主内喜乐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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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主内喜乐 在基督内欢笑 我常常要欢笑 在基督内欢笑 我常常要欢笑 欢笑 欢笑 我在主内欢笑 我在主内欢笑 欢笑 欢笑 我在主内欢笑 我常常要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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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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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要欢笑